仁爱区成功路桥因为车流量大经常发生车祸 根据统计今年到目前为止 桥上已经发生了13起车祸 桥下成功一路和光一路交叉口 也发生了12件事故 平均每个月发生两起交通事故 因此机动市议员张芳立和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市议员 特地一起邀请机动市政府交通处 警察局交通队 一分局及当地光华里长陈世锋 到现场办理会堪 会堪光一路跟成功路桥的交通问题 其实交通的一个规划是 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 所以我们希望说交通队还有市政府 他们都能够以最安全的方式 来保障人民的一个行的安全 那局了解在成功一路跟光一路口 这边在今年就发生了12次的车祸 而在成功路桥上更是发生了高达13次的车祸 所以佩祥在这边跟交通处跟一分局还有交通队一起办会堪 了解状况之后也希望说我们市政府 尤其是交通处这边来主政来重新规划 来重新把标志把它做得更好 然后让行车跟行人都能够安全 会堪后市政府交通处也承诺将在路口设置更清楚的标志 以及反光交通号制 桥下成功一路和光一路交叉口斑马线 也会画设绿色行人穿越道的标线来进行改善 后去会针对行穿线的部分来做一个所谓的一个绿里行穿线的一个划设 至于桥面上的一些标志标线的部分会再做一个适度的调整 那另外会增设一些警示的一个标志来提进我们一些驾驶人 行进我们第一次路口务必来放慢一个所谓的一个行驶的一个速度 那另外也会增设一个所谓的一个转弯车离让执行车的一个排面 来提醒我们用路人 那务必行进入口 那就是说驾驶行为务必就是要有一个离让的一些驾驶的一个态度 来降低我们的一些事故发生的一些信息 两位市议员也相信透过这次会堪改善 将能够显著提升这个区域的交通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